8月12日美股三大股指集体走高 在昨日俄罗斯宣布注册全球首款新冠疫苗之后 关于疫苗进展的消息推动全球股市风险情绪高涨 特朗普随后宣布美国政府将购买一亿剂 Moderna公司的新冠疫苗价值超过15亿美元 目前这款疫苗正在进行后期人体实验 该公司股价自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暴涨275% 特斯拉在周二盘后宣布一股拆分为五股的拆股方案 此举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散户投资者可以负担得起该公司股票 特斯拉表示截至2020年8月21日的所有在策股东持有的每一股股票 都将在今年8月28日交易结束之后额外获得四股股票 经过股票分割调整后的股票交易将于今年8月31日开始进行 特斯拉股价应声大涨盘中涨幅一度超过15% 两周前苹果公司宣布按照1比4拆股 以及发布第三季财报之后 公司股价已经迅速上涨17% 虽然拆股不会对股票价值产生影响 但通常会因为单只股票价格降低 而促使投资者增加该公司股票购买 从而带动股价上涨 近日盘后 投资者将迎来全球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Sysco 腾讯公司以及美国第二大大车应用软件Lift公司财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载APP